好了同学们我们现在第二节词汇课程入门万词入门马上开始 根据我们上一节课的入门内容呢我知道大家听的还是很没有够的感觉 好了这回入门课程呢我们要结合新的内容 然后给大家阐述的一个核心要点把它称之为应变规律 今天呢会涉及到一些常见的看电影大片学英语的方式 那么我们先把上节课第一个词跟胜征服这个单词我们先全部处理完毕 这单词剩余一些高端的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上一课的内容 英语词汇的速记曲线我说过了大家需要跟我坚持到200 如果你能坚持到200我跟你说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会被上瘾 当你把一件事情做到一个特别有水平的时候呢你会上瘾 就像我现在的状态一样当你把这个词根解析到200左右的时候 你的词过量基本保持在15000到200000左右 这个水平基本可以让你现在的英语水平有一个大的飞跃 所以坚持到200不光是能让你快速的飞升 也能够让你去爱上别单词这件事情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构词法 上节课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入门词根前缀后缀 还有应变规律 对应变规律的这节课我会给大家一一解析 那么根据上节课内容我们先复习 Vincvect胜利征服的意思 前根是前缀 后缀给你们完成的几节 你们可以通过后期的回放直接把它的笔记记全 我的目标呢 今天晚上先把上节课剩余的单词部分给你们解析完毕 今天晚上用第二个词根的拓展词汇给大家进行完整解析 首先给大家需要解析的单词叫做convict convict 这个单词出现的时候呢比较麻烦 因为它的单词含义convict是正名的意思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相应的解析 举例说明它的单词还有一个名词的形式 这是额外用大家需要大家进行一个补充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单词的隐身 从我们之前讲过的所有的单词 它的词根词根是征服胜利 但是我再次强调英语有2300多年的历史 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含义上的分支 今天晚上讲的第一个单词 词评在3706还有12076 你们会发现为什么有两个词评呢 我要再次强调一下 我们在学习单词的过程中 这个词评的含义如果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 说明这个语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那举例说明convict 常见的含义呢 类似于是囚犯 表动词的时候呢 它的出现的频率可能略低一些 这就是词评表 所以英语的词评表呢 不是说按照单词的长相进行排序 而是按照单词在不同语境中出现的频率进行排序 那么这个就是说明是多频率排序 好 接下来看这个单词 convict convict 首先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 这是征服的意思 那么通过征服 你应该非常的清楚 这个东西有俘虏 迫害者 对不对 这回俘虏呢 隐身意叫做罪人的意思 最后被称之为罪人 俘虏隐身意 罪人 囚犯 那么它的名词含义 显然跟它的词根含义非常的贴近 而被证明有罪 证明有罪 宣告有罪 那么这是战胜者对于战败者的一个裁定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战胜者对战败者的裁定 非同学们 这就是我说的 警察把犯罪人 把犯罪人抓了 抓完之后呢 就要上法庭受审 那么在这就等于是被囚禁的人 那么说明它是有罪的 这就是英语的逻辑思维 那下一个单词 我需要你们解析的要点是看什么呢 同学们看这 有些单词呢 词评中是没有的 但是我要给大家进行一个额外的小型补充 conversion 它的名词形式 说服定罪的意思 但这个单词呢 由于特别罕见 它连音标在我们的常用词典上都找不到 所以呢可是告给你们 有 但是不一定重要 但是连词评都没有 但是作为一个扩展词很重要的 好 接下来 EX是向外的意思 向外还不够 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除了EX表向外 它还有一个叫前 前任的意思 决定说明 哪些表示前任呢 比方说前男友 ex boyfriend 再比如说前任的 主席 president 上一任的 还有比方说前期 所以很简单 我们管你看这 有前任的话 直接拓展词汇 增加 C convict X convict 从前被判过 行的前期犯 大家下一个 我们就post 有前期 自然有后期 其他单词一样 convection 背叛有罪的 好 拓展词汇 马上完毕 今天我们讲词汇的 速度是要比上一节课 稍微提前一点 好 下一个单词 虚如 这个单词呢 都比较高级的 我们来感受一下 一般情况下 大家在参加的 任何一种考试中 达到12000词评 以上的词汇量 其实并不多 甚至是非常 少 这里面有高中生 大学生 还有很多 职场人士 你们平常能够 用到的这些单词呢 其实还涉及不到 为什么 阅读量小 大家在阅读的过程中 一般都是从 入门读物开始的 但是神奇的事情是 大家一般也停留在 入门读物的基础上 我们说 wait 征服 征服 隐身意是占领 占领隐身意是 驱逐的意思 所以我说英语单词 一定要学习词 原 跟加 词根 词原 跟词根 再加上我们含义的推导 但是我们还必须符合一些中文的逻辑思维 为什么 我们是中国人 作为老师 最大限度的帮助你去理解这个单词 让你掌握这个英语文化 这是我的己任 这必须有的 Election 有了上买单词之后呢 马上进行拓展 所以我就知道了 最近看到很多学生在群里面发展完成的作业 真的非常的不错 你们能坚持到现在 应该不能这么说 你们刚第二节课 但是做的很到位 但是我真的要说明一点 是你们一定要坚持 越往后 我们的路程会越来艰辛 下一个单词不太一样的是 VNC 向外表明的胜利 就是表明的意思 显示 E 动词后缀 你们惊讶的发现 E做前缀 它的表向外 E做动词后缀 表示invance 表明 再来 Revisible 征服 今天晚上给你们的第一个音变规律挂钩的同学们 看到 ABLE 形容词后缀 你会发现 ABLE是我们初中学过的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能够做某事 这是个典型的形容词 但是 它做后缀的时候 依然保留它原始形容词的含义 ABLE 所以这个含义 表能什么什么的 Visible 于是就发现可征服的 对不对 Visible 可以征服的 那么无敌的怎么说呢 这个人是不可被征服的 我最喜欢英语中的反译词 正反译词真的是非常的直白 小时候在学习正反译词的时候 我们中文现在非常复杂 对不对 可是英文正好是反的的 征服 可被征服 我们就做 这是无能 无敌 超强无比 或者说是战 战无不生 这些含义 在我们中文中 都要正反来回书 然后不同的汉字 不同的语境 而在英语中直接加个反译词的前缀 后面就非常简单了 Visible Invisible 好 接下来 我要讲一个特别重要的重点 一会儿我再说明 Ible 这是个典型的原音字母的音变 在英语中原音字母可以进行替换 以示进行区分 还有一个拼读 但是他们后缀 前缀 词根 如果只是音变规律的话 他们的含义并没有变 这是我们中文中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 第二 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东西就是从Invisible 无敌的变成它的名词词性 你该怎么变 这是很多学生都不知道的 在这儿呢 我们边写边说 这个单词是怎么来的 ITY 既然要给你们讲到位 我得说清楚 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单词是ITY 实际上在很多书上都是这么讲的 可是我不能这么做 因为他们讲的不够规律 甚至是不够专业 原音字符ITY是正儿八经的名词后缀 为什么能这么确定 是因为老师拆了几万词汇 已经确定了 这是一个规律 这个规律怎么来的 联字符TY放在一块是一个常见形式 我相信大家如果用过词跟子坠书的同学 你一定知道 ITY很多上都说了名词后缀 但是呢 不够专业 我调说明点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建一个常用的 非常常用的 但我卖个关子 常用 复合后缀 玩法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单词是I-B-L-E 加上 英语中的读法都有这么一个规则 I-B-L-E 先不说它名字后缀 它是怎么变的 首先 你们看一下 如果把E跟T放在一块 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读的 英语中的正常读法都是 辅音字母加原音字母加辅音字母再加原音字母 又是辅音在前 原音在后 进行正常的拼读 那这个东西呢 就不符合我们的拼读原则 所以呢 它有这么一个变体 它是首先把L和E交换 然后E变为I 再加TY 或者说ITY 这三个字母 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常见形式 I-B-L-I-T-Y Cability 我们将来还会见到很多 还等于什么呢 Ability 将来会见到很多 然后同学们 你们一定要把笔记记好 我在输入名笔记 老师我为了防盗版 所以没有办法 只好把所有的笔记 全部一个字一个字 在讲课的过程中给你们打出来 其实我很想翻PPT 我完全能把我打好的东西 做成PPT 全部给你们翻出来 但是不合适 为什么 除了我要防盗版之外 更关键的一点 是我给大家展示一点 我是如何速记词汇的 这个方法一定是我用完之后 可以用才行 放出四海而接准才行 下个单词 我们说是长春心碱 一种抗肿瘤的药 抗肿瘤的 征服 是抗肿瘤的意思 而我们所说的呢 抗肿瘤 这个音没有查到 同学们 这个词根没有查到 按照正常的来说 如果涉及到医学 医药 化学 化工 物理学等等的专用名词 他们会经常出现这种双词根结构 但这个词根我查了半天 真的没查到 所以呢 我们就尝试的把它理解为 是肿瘤好了 真是没查到 单一名词后缀 长春心碱 这是看到词评的吗 五万多的 也就是这个词 基本上 你想碰到的可能性 除了在专有的 比方说 美剧里面 实习医生格雷 类似于将来有一天 你读医学院 你可能会碰到这种单 这种单词 平常根本看不到 好了 同学们 这就是第一个词根的全部解析 解析完这个单词之后呢 给你们看到了 我们通过词评的不同 通过不同的核心词 然后进行家族成员的拓展 在学习的过程中 这就是英语学习的核心要点 但是我说了 一定要重复的量 你们 我看到有个同学说的特别好 你可以先通过第一期 直播课 你先把它看完一遍 再从第二期看回放 记笔记 这两部其实很到位 第三期然后再复习 我认为这条非常有效 而且这个词评 这个视频课 让你们能一年有效回放 是有原因的 我希望你们在一年之内 能把这个视频课看三遍 第一遍是直播 然后两遍回放 基本上你们的水平 就会有个飞跃的提升 但是我要强调的一点是 如果各位在座的各位 还有单词的音标 你不会 我强烈建议 应该想办法处理一下 上音标课 这是初一水平的 我们是38000词汇速记 这个标准 不能在课上处理 你们在任何一个网站上 都可以下载到 关于音标的正确读法 和练习视频 这个我认为 没有任何问题 好了 今天晚上 要开始我们的一个 超长词根 这个词根 有多少单词呢 先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统计标准 form 177 我的这本教材呢 是为了祭奠 我的1.0版本的教材 词根顺序 是没有变的 是乱续版 乱续版的词根 这177 超级词根 一个词根库中 177个 你没看错 也没听错 这就是我说的 应变规律 第一个单词 征服胜利 我目的呢 只是为了给你们热个身 让大家感受一下 但是第二个单词呢 就不一样了 现在拿着笔的同学 你可以先看一下 我即将要讲的几个常用的 前缀 后缀 词根 今天晚上我要开始讲的 第一个单词 我不是按照顺序讲的 我需要给你们看上几部片 然后让你们体验一下 英语的词根 无处不在 第一个 我相信 你们应该看过这个片吧 来我们体验一下 看片的原则 第一个推荐的片是这个 Medium 官方 您 给你 我们 讨论 infrastructu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反正学生在我课下的时候呢 经常会跑上来问 老师我背单词呢 就不太喜欢用词根词坠 为什么呢 词根词坠太复杂 我没有必要在背单词过程中 我还得先把词根记完 然后我再去记整个单词 你这样想的话呢 就违背了我们古文所说过的 磨刀不误砍柴工 这个是绝对真理 这个是绝对真理 我们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原则是 大家先把刀模块 词根词坠的先记就是模块 还有阅读理解记单词 文章中背单词好不好 好 但是有巨大的弊端 就是无法短期提升词汇量 为什么 你们要知道 使用单词都是有频率的 对不对 所以任何一篇文章中 高评词一定是最常出现的 低评词出现的概率就很小 如果是专有名词 那就是种类不同就不会出现 结论 每一个单词 它不是平均出现的 所以就会出现 很多学生 重复的词汇 你反复记 不重复的词汇 由于你做了五十篇 你想被那个单词重复了三遍 那是根本没有效果的 所以同学们 这就叫做无效输入 而我们的有效输入是 在我们讲词根的过程中 我们用一个词根 串结了整个的家族 而家族的成员 可以互相成为对方词汇的 记忆的辅助词汇 你记得它又等于重复一遍词根 记得它重复一遍前坠后坠 合在一块反而速度会更好 绝对说明今天给你们讲的 第一个单词叫做Transformer 如果你们认识 这已经知道了变形金刚对不对 好 看第一个单词 我们来体验一下英语词汇的速记 今天呢 我需要给你们留一个额外的作业 这个作业呢 很简单 当然 看你们的总结水平 这个作业我再次强调 下节课 上课前 你们应该把我今天讲过的 第二个词根中的前坠 后坠 注意啊 是前坠跟后坠 以及 其他词根 总结出来 发到做张截图 发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 让我看一看 你们是否做得到位 好 同学们来看这 Trans 今天给你们讲的第一个前坠 改变Trans Trans Trans除了改变之后 还有通过的意思 但是我说过了 咱们要循序渐进 同学们 你不要着急 我之后会给你们一个统计的完成版 我只使用这个前坠的含义中 符合这个单词就可以了 再来看我们的form 这是形式的意思 改变形式 简称 变形 叫做Transform 有了这个单词之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单词的 就是片里面刚刚出现的电影名字 变形金刚 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解析 好 看到Transform 既然我已经讲过了 那个变形非常好理解 sorry啊 我这写的偏差点 把动词作为核心词 你们应该打心 千万是打心 还有同学们 再教你们做几 就是详细的一个小的技巧 就是把每个词根里面 如果你出现我讲过的这种核心词 你总结的时候怎么干 管你怎么干啊 大家已经会画了那个思维导图了 你就把词根作为核心 然后呢 四周辐射 只写上一个小的辐射 这个辐射的概念呢 就是相当于就是核心词 一个词根串接一个核心词 核心词周围呢 你为了图省事 其实没有必要说 把所有的核心词 全部串接完毕 你要怎么办吗 在核心词的周围 你只要散布少 它的前缀跟后缀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 做成一张小图 每日 或者说每周 进行相应的复习 就会有很好的效果 因为在强迫你 这个前缀 比方说Transform 你后面跟了一个ER 那你就在想 ER有什么含义呢 它是名词 后缀 此处 表人或者是物 Transformer 那改变的物体 然后叫做变压 又改变的意思 促使变化的人 这个词评是18403 这时候18000 接近一个很高级的母语水平 Transformer 变形者 变形物 也就是说同学们 我给你们这些单词的含义呢 只是常用词点上的 但是它的含义只有这些吗 你发现了显然不是 要看语境 变形金刚 如果直接翻译叫做变形者 由于它的语境含义呢 有变形机器 由于这个机器人很酷 很帅 很能打 所以叫做变形金刚 这是中文给出的一个非常符合 语境化翻译的 所以同学们 不要再次 再一再的执着于 我给出的中文含义 这个东西没有用的 同学们 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这些都是各个的词典学家 然后根据他所知道的语境来做的 可是英语单词是不是在发展呀 那你没有想过 如果放在197年之前 Transformer 它就是促使变化的人 还有呢 就是变压器 那跟电有关的 那么Transformer呢 那不可能以前 叫做变形金刚 对不对 所以同学们 英语词汇再次强调 然后再下一个 叫做Transformation 好了 我们今天又要说一个 常见的词汇了 首先我跟你说清楚 ATE 它是一个形容词 或 动词后缀 加了个ION 这说明是双后缀 双后缀 只有最后一个决定词性 所以这个不是重点 双后缀 只有最后一个决定词性 然后第二个要求 记好了 第二个要求 这个需要你们刻意总结 这个总结 必须是出自你们的手 然后出自我的嘴 我的口 为什么 一定要反复看 你出自自己的手 也就是说你必须过脑 过了脑之后 效果就比直接超我 现成打给你们的要好很多 好好看我们这 ATE加ION 看到这个时候呢 我跟你说 这是个非常常见的ATION 有些人会问 老师为什么要把E给顶了 在英语中有这么一个 不成文的规定 如果后缀是E结尾的 它不发音 如果加上新后缀 一定把那个E顶掉 一定把那个E顶掉 所以你们看到那个名词后缀 就是ATION 如果你们之前学过后缀的话呢 很多老师都说过 TION SLON 是所谓的名词后缀 这叫做误人子弟 千万不可信通 什么叫做规律 什么叫做语言的技能 规律跟技能 一定是 我放诸四海 应该接准 至少也得是 千分之一的错误概率 对吧 凡事都有例外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一出现 一天到晚全是例外 更可怕的事情 是没有对我们的学习 起到帮助的时候 那么这就不是规律 而是死即隐备 你看下一个单词 Transform Transform继续延伸 它的家族成员 好 我们来看 AVE 形容词 或名词后锐 今天晚上的词跟词坠 我会逐渐的 把它的形式 含义 一点点延伸 177个单词 一小时 要不要讲完 我没问题 可是我不敢这么快 为什么 第二节课 我们的词汇数据 是一个等差 递增的数列 第一次我们讲 10到20个 入个门 然后再20到40 40到60 60到100 到最后完成 一小时500词汇数据 一小时500词汇数据 能很多吗 其实不是的 我告诉你 未来的一小时500词汇数据 只是讲了15个核心词 或者只有10个核心词 一个核心词串击50个 这些单词 在英语中非常的熟悉 只不过人家 没有在字典上的同一页 所以大家的水平 肯定有限 你看不掉规律 对不对 可是老师 我是完全能做到的 我会在最后一节课 给你们展示一下 宋老师 我是如何把这个史上 最强词汇课程的讲义 给你们编出来的 让你们好好地去体验一下 这份讲义 所包含的艰辛 精华 和一个人对于词汇的教学的 一个实质不逾的追求 所以我们同学们 你们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 现在会被觉得单词很容易 对不对 因为你背的transform之后 还不够 我会跟你把他的家族成员 放在一起 两两单词 甚至三四五单词之间 都会成为对方记忆的 一个辅助作用 为什么 transform 转变 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ve 还有没有变 怎么变的吗 此信 再来transformer 刚刚见过 印象深刻 对不对 再来transformational 转变的 然后你会惊讶的发现 这些单词分明放在一块 记才更加好记 如果放在字典上 分开记 甚至是不同语境 比如说 大学生们 你们考四级的时候 出现的是transformation 那到考专业 考六级的时候 隔着一年了 transformational 转变的 如果你不同词跟词绪的话 就是死尽一杯 感觉像 大致像 但是具体意思 想不起来 甚至猜不透 还有很多学生 上完大学 表考了四级 要出国留学 进行交换生 考亚思 这些单词 你看了 20878 这个单词就是亚思词 会转换生成的 可是这个东西呢 转换电力啊 生成电力啊 这个东西 你不应该说是分开背 考四级时候背四级 考亚思都背 亚思 那个不是这样做的 同学们 词以累计 词以累计的标准是 有一个牛叉的老师 给你把它总结到位 启用词后缀 降权 降权的好处 就是让你最大限度的一目了然 学习任何东西之后 我认为都应该画灵为整 我必须知道一个知识的边界 如果不知道边界的话呢 你知道学的感觉什么吗 没有上线呢 同学们 你就像当于跑圈一样 如果你跟我说 今天的比赛 我要跑十圈 好吧 我跑到第八圈 我知道该两圈冲刺了 如果今天比赛就是说 跑到谁 谁最后坚持下来了 谁就赢了 你就猝死了 那真的就猝死了 因为没有尽头 没有盼头 异地 异地什么含义呢 Transform的变形 不给你写意思 是因为它是过去 是和过去分词 英语中的词评表 连一个动词的过去分词 都给展现出来了 那么将来呢 我会去除这个部分 为什么 动词 尤其它的规则变化 那都是异地吗 这个东西不应该能够构成 我们学英语的标准 对不对 但是我这次讲究啊 这门课程不太适合 完全零基础学英语的 大家只要稍微有底子 都能听懂我说的是什么 但如果你说老师 我从ABC学起 你当我听的话都没说 再来下一个对数变换的log log在英语中是语言的意思 语言隐身意识符号 后来才有数学家对它进行的一个对数的符号 log transform的 对数对数变换的 这个单词就是我们专业的数学所能够见到的 老师我现在教英语这么长时间了 已经忘掉了几乎所有的数学知识 所以呢 请大家见谅就不再细节解析了 log transform的 然后再来 未改变的 这单词更简单 我们都知道 优温表否定 然后呢 transform 你把上面单词抄一遍好了 transform是变形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 ED 形容词后缀 表示未曾改变的 un transformed 然后当我讲完的时候 说实话 你们应该已经对这个transform 有了非常明确的认知 那么假设前缀后缀 你们已经熟悉了 这个单词将来就跟看汉字一样容易 so easy so easy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片 下个片呢 我给你们看一个最常见的 先看一下这个单词吧 给你们推荐的这个单词 我们叫做formation 上等学们 我先加一下红过号 为了你们呢 我当然也要为了体现一下我强大的记忆能力 每个单词解析 我都要刻在脑子里面 都要刻在脑子里面 这个方法真的非常有效 老师我现在编词会教材编的是会上瘾的 为什么 英语学习 这是一个神奇的过程 有一天你会非常讨厌 而逐渐适应完之后呢 就变成一种体质化的行为一样 好 朋友们 今天给你们讲的第二个 需要看电影 来体验一下语境的单词是什么呢 formation 这个电影叫做 fast and serious 叫做 速度与激情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看过 在座的各位都看过 我们来 这是第七步 第七步 最感人的一步 好 我们来体验一下 速度与激情 7 速度与激情 如果大家看过的话呢 有个场景应该特别的清楚 这个场景很简单 就是他们从空中降车到山顶的 这个场景应该特别的 速度与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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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根直接表单词 这种词特别的伟大 伟大到什么层级 如果你觉得这个单词的含义只有形成名词表格 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个含义呢 只是高中课本上给的 放在这儿只要给你们说清楚一件事情 你们日常学乱 我们来体骗一下 会设为什么后绝 这个都不重要 我们的课堂上 把它视为一个超级重要的词根 这个词根有哪些呢 形式形状形态 外形方式表格 也就是说 这些单词 你在使用的过程中 是不是得看语境啊 没有语境就不要谈了 接下来form组合的 有了这个含义之后 我才能给你们讲 下面这个单词 看formation 既然你们刚才已经见识过了 atln是一个常用的 复合名字后绝 好咱们今天见第二次 formation 看到了吗 同学们 编队 由于这是口语中的 所以我们直接说 不用说 become formation 没有必要 formation 直接下达指令 这是老大 那再来 新型对形的 这个单词被称之为 合成词 不是说这个单词 够重要 而这个单词 我是习惯性的 把它们单词的长相一样的 或者接近的 先全部写在一起 formation 所以你会发现 单词真的很好奇 对不对 再次讲到 好几点因 是我总结的到位 好 下一个形成 这个单词你会发现 transformative 你好像刚刚见过吧 我把那个单词给你写一个 刚才在后面那个单词中 我们见过的 transformative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单词只是把 trans 这个前缀给剩的呀 不改变形 就是形成的意思了 叫做造型 塑形的意思 所以我们再看 ate 加上ive 好 今天你们又见到 它的第二次情况 formative 词评 看到吗 3000的 49的 12的 这些词评 看上去挺高端 对吧 哎呀 感觉出现的概率不高 其实不是同学们 有一天 你们真正去使用英语的时候 才会体验到那句 至理名言 叫做 输到用识方很少 词到用识方很少呀 再来下一个form 你已经知道了form 对不对 有正式的含义 很多学生问 老师 形式跟正式有什么挂钩的 同学们 我真应该催促一下你们好好把中文也复习一下 首先它是一个形式 对不对 什么叫做形式 你出席场合的时候 是不是要打扮打扮自己 你是古代古人要出去祭天祭祖 我们现在出席碗里就是酒会 要穿相应的服装 正式场合呢 西服 碗里服 这种各种的那种啊 正装算是正装 所谓正装不就以一种形式来体验出大家对这个重视吗 所以形式隐身也正式的含义 正式因为来源于此吗 form 熊词后坠 form 再来 有了这个单词之后 快速拓展ly 负词后坠 所以你们会发现 老师我的讲词风格有一个 首先给大家创接词根 其次 我们会用一些好看的片来提起大家学英语的兴趣 刚才很刺激吧 为什么要看这个片呢 第一个 是为了让你们知道 这是一个实际应用的单词 其次这个单词出现在语境中说明这个单词很常见吧 刚才这个单词 formation 3046 这是什么标准呢 我告诉你初中水平了 这绝对是初中水平的片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更关键的事情是 你们要体验 那种刺激的感觉 从天空直接降下来 人的身上限速就会极度的触发 这样的话提升你们的学习效率 所以说看片情景之一 其实非常好 但是我们的共同特点是 没时间 那么怎么办呢 老师给你总结到位 好比我们未来的语法课程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语法中的每一个例句 全部弄成大片 全部给你做成截图 当然老师正在做 先别着急 如果对今天的 就是这个照片 截图 有兴趣的同学 老师我可以给你加一份文件 在微信区里面上传 然后你们可以下载 其实这个东西呢 只是一个看片的过程 最大限度的想给你们提示的是 学习英语 一定要预教育的 来来 否定 我说过我特别喜欢英语单词中的反译词 Informo FOMO 看到了吗 正式的 N就是Informo 非正式的 记完了 加一个单词 它的正反译词 有些单词啊 我跟你说 不总结 不知道 总结吓一跳 你会发现这些单词 构冲真的很规整 看副词后缀 再次想叫 今天的作业 同学们 给我把讲过的前缀 后缀 全部总结到位 你们应该拿个小本本 小本本放上前缀篇 后缀篇 词根篇 然后这个前缀 这个小本应该是多少开了 32开 再折一下 64开的小本 要学会总结 一定要学会总结 反复总结 不要求 你只要能自己看了 总结可以了 那下一个单词 史格实化的 除了刚才几个简单的单词之后呢 我们来提升点水平 提升点水平 那个不具体节的 其实也很简单 对不对 Informo 要个ly嘛 那接下来高级词汇 formalize 这单词我跟你说 你只有出国留学的时候 你才能见到 考研应该也有 formalize 史形成史证式的 我们如何使这个场合 变得正式的话呢 要买彩球 要请专业人士 压场啊 红地毯啊等等 这就叫做史形式化的 formalize 难吗 ize如果你认识是动词后缀 当然 今天再给你们一个应变规律 来刺激一下 ize 动词后缀 ize 动词后缀 差别在哪 没差别 如果你只要问的话呢 ize 用的是英式英语 ize 是美式英语 我用的软件是微软公司 Microsoft Corporation 他们出的这个单词软件 叫做Office Office软件中的word文档 它会以美式标准为主 所以你们如果打字的时候 打ize 结尾的 经销会出现下个话 红线 那不是拼错了 你以为人家美式是以ize 为主的 你不写ize 所以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这是以美国人发明的软件 不用废话了 formalize 这个动词 动词含义有哪些呢 就一个始动 始期正式化的 不是形式化的 就这么简单 我们中国人最擅长干嘛 形式化 对不对 送个月饼 你现在不是中秋节吗 体验预祝你们 中秋快乐 但是 那个形式化嘛 你月饼包装多漂亮啊 就就撒月饼 就是 几百块钱 真的服了 啊 但是formal 不懂事啊 来礼节 来看这个单词 我们再写一遍 I是莲字符 从一开始 你们跟我学习 要学习正确的内容 第一开始 老师要给你讲 对 如果有一天 你们讲的 就是我已经 咱们已经很熟练了 对不对 长到两百次根的时候 你已经非常熟练了 老师就直接写 都就把 ITY名字后缀 就把那个莲字符给合进来了 就把莲字符合进来了 现在老师分开讲 只有一个目的 一要让你们干清楚啊 将来ITY 这个TY 就是名字后缀 在哪都是名字后缀 看着它就容易 G 对不对 formality 发音记好了 formality formality 当然我一般喜欢用音式的 因为用的音标都是音式的 没有用美式的啊 而且来生物 生物你看啊 典型的合成词吧 life 可数的话呢 就是比较生命 不可数的就是生活 这显然肯定是生命 生命呢 就是活物的意思呗 一种生命的形态 生命形态 生物的意思 很简单 life form 对单词高端吗 看上去也就这么回事 但是你平常见不到 记录片里面 能见到人与自然 对不对 动物世界 然后再来formal formalism formal是正式的吧 隐身意正式的 就是形式的意思 所谓的形式就是大家穿一下 比方说国家领导人在一块 最非正式的场所就是把领带取的 或者穿个塘装 对不对 你不能说直接穿一大裤衩 那太过分了 formalism formalism 形式主义 ISM 它出现的时候呢 我跟你说 它要表示抽象的含义 一定要总结哦 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谁总结 不是今天晚上 谁这次上完课 把我的要求完全履行了 你没总结一次 你的英语水平 尤其在词汇上 我们叫做一日千里 一日千里 为什么 你 我就说过 后缀常见的就40左右 你第一次次跟总结完 第二次还会重复 第三次再重复 重复是记忆之母 理解交给我是记忆之父 然后你就牛了 你就牛大了 比方说第一次总结 ISM 目标什么呢 什么什么主义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等等 这么形式主义 再来formalized 这个单词 我们在学习 记笔记的过程中 你们一定要记好了 我一定要把笔记 给你们要的钱了 因为我不太放心你们 压根就不放心 压根就不太放心 你们举一反三 formalized 我们学过formalized 加上它的异地形式 然后呢 两个异对不对 扔一个formalized的形式化 正式的就学完了 再来下一个波形的 好了 合成词 Wave 基础词 不好意思 帮不了你们 需要你 今天有学生问过我 老师这些小词怎么背 懒死了 我还想问你 做人的人 你会写吗 那是一个什么样 哪的学生 我忘了 应该是 没看到 手机上下面显示是河南的 然后直接就问过这个问题 他写了个单词 什么呢 Rise 升起的意思 升起的意思 你这单词上我怎么解写 这句非常小的 太阳升起 这个单词都记不住的话 你怎么记更高端的词汇 所以同学们 我们学词汇的标准是什么 我讲一下大家 对英语有一定的常识 其次 你们愿意跟着老师 把词根就通解掉 而不是说 把所有的 哪怕将是 小词 你也要老师 study怎么记 你真的让我讲study吗 所以这个是不行的 同学同学们 再次讲讲 这个可不敢 再来mail 来看 坏 我为什么把这个单词 要这么细节的讲呢 是因为 我要你们总结 总结完之后 等讲到第三个词根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里面的后缀 前缀 都是第二个词根中总结过的 突然有一种非常愉悦的感觉 见熟悉的 比见陌生的 更加的愉悦 相信 这是绝对真理 对不对 mail 坏的 坏的形式 坏的形状 于是变成什么呢 畸形 也是变形 但你们会发现 这个变形跟transform 是不一样 transform是改变的形态 没有好与坏 而mail malformation 这个人是变糟糕了 这就是贬义词 所以你们没有学过词根词坠 那都叫变形 很多群人都会 老师两个单词的含义完全一样 怎么区分 我就很搞笑 你不学词源 你如何区分 对不对 我们给出的单词的含义 中文中经常会出现完全含义一样的 你说怎么区分 不是语境啊 是他们词根跟词源 让他们达到了语境的不同标准 可是我们老师会经常会用什么标准呢 这个单词出现在这个语境中 那个单词出现在那个语境中 所以我发现还是一样的 因为你体现不出来 它的真实含义 如果有了前追后追呢 你我相信将来 transform animal formation 就不可能变错 对不对 再来 不拘礼节的 我们说中文中 大丈夫不拘小节 就这个单词 informality 否定 安再次强调 formality 这个单词由于上文中讲过 我再给你们抄一遍 informality 非正式的 见过吧 so easy 好 接下来form form是形式 LESS 要再总结了 这是一个形式后缀 但是含义表示 否定 之前给你们讲过 在公开课里面 homeless hopeless carefulness 等等的 meaneless LESS 没有形状的 再次给你们强调 否定的 formless 就是没有形状的 看见它 总结 合成词 自由形态的 你们知道free是自由 加上form是形态 然后合在一块自由形态 这意思多么的浅白呀 磁瓶两万八 绝对是高级词汇 自由形态的 水 液体的 自由形态的 空气 自由形态的 可以随便做的 这些都是化学里面的 高端吗 不是吧 同学们 所以放轻松 三万八千词汇 向你招手 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问题是 你能不能跟宋老师 学到底 能不能学到底 一旦学到底 我告诉你 这回英语 你就牛了 不光是自信心上的提升 英语能力 也是极大的提升 有了词汇 你在看阅读的过程中 会有一种非常爽的感觉 就再也不用查词点了 这感觉非常愉快的 这些 再来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 你们都知道了 参加中国的各项英语考试 有哪个考试 不是比拼词会量的 你有哪个考试 让你感到发处的感觉 不是因为词会量 缺乏导致的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坚持到底 再次强调 打气牙 坚持到底 老师 我现在把词会 编到这个水平 你们没有道理记不住 对不对 unformed form形成 未成形成的 就未形成的 你看这单词 太简单了吧 形容词后准 词评29137 感觉很难吗 来 地理的地形 合成词 当然了 希望你们记住 land 是陆地的意思 你这个要不认识的话 好好诏悔一下 陆地 我知道你们有 稍微 放下英语 好多年的 比方说 祖国怎么说 mother 这典型的合成词吧 motherland 还有祖国 我在自成名 英语中 还有fatherland 不是说祖国 就一定是母亲挂钩的 fatherland 还有哪些祖国 可以说 来 举例说明 都给你们 洗几个合成词 体验一下 homeland 是不是合成词 这单词我最熟吗 homeland security 国土安全局 我给你们写一遍 homeland 再加上一个security 表达这个su 英语中 那个安全 怎么说呢 se是分离的意思 你认为否定 cur是顾虑的意思 无需顾虑的 无忧的 隐身以安全的 i是联字符 ty是名次后缀 homeland security 合在一块 就是国土安全局 这是美国自911事件 以后所成立的一个 专门国家的防御机构 homeland security 常见的 还没完 我们再看 land还有哪些呢 比如说 你们城市 有没有地标性建筑 地标怎么说呢 land 标记 我们都学过 用过一种笔 叫做马克笔 就是标记笔 landmark 可能就地标的意思 landmark 地标 简单吧 然后再来像一个 我们住的台湾 是岛 对不对 台湾岛怎么说呢 dis 等于词跟前缀 dis分离 岛的意思就是 陆地上分出来一块 所以这个单词叫做 island 这不岛的意思吗 我们将来都会讲到 所以这 我们大陆呢 大陆怎么说 我是大陆来的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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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大陆 主要的 sorry 应该给你分开写 哈 main 主要的 看这单词多好扩充 so 大陆 主要的陆地 大陆 给你们写全 额外扩充 这些单词都是你们必备的 既然跟老师学单词 就是词汇量能标到多大就标到多大 没有道理让自己 悔恨余生 内陆怎么说呢 英land 内部的陆地 英land 内陆地区 比方说内蒙古什么内陆 没有办法沿海 所以就是正儿八景的叫做内陆地区 看到了吗 再写个省略号 我们将来还会学到很多 难吗 同学们 不难吧 land表示动词 也能表示 land表示名词 也能表示动词 就是着陆 landing 问题是我们之后再说 我就不横向拓展了 老师我要横向拓展的话 我讲了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motherland fatherland homeland landmark island mainland and inland 也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 这叫做英语词汇的速记 把单词放到一块 说实话 你反而 能看得懂啊 不难吧 land form 不可能 对不对 前追后追 一定要像记片帮不守一样 非常的清楚 来下个单词叫做form fitting form fitting 合成词 form 我老人家 再给你写一遍 id fit 两个含义 常见的含义是健康 还有一个是适合的意思 你的身体现在的状态很不错 很适合就是这个含义 健康的 那么NG形式呢 同学们 它是一个形容词后缀 叫做form fitting 合适身体的 字评呢 两万九 够到的吗 下个单词 star forming 产星的 这个产星的含义呢 只是天文物理学院所说的 超新一爆炸等等的 中文中给这个含义呢 非常的抽象 但是没有办法 我只跟你说 form 一个星星诞生了 对不对 形成了一个星星 那个星星是什么呢 天体嘛 planet 这叫做行星的意思 恒星 sung 对不对 然后呢 star forming 合成词 不再给你废话了 下一个机型的 L 我们再次写一遍 它是坏的意思 然后再加上 UR 名词后缀 ED 形容词后缀 坏的形成呢 就在机型栏看的 刚才吗 more formed mal formed 对不对 来下一个单词 我们继续看 印刷版面的意思 然后你会接下来发现 一名词后缀 这个印板的意思呢 就是啊 除了形成 它的含义呢 另外一个隐身 叫做格式 那么板 就形成了印板的意思 这个板面 形成一个完整的板面 就是按格式走的 所以定印刷方面的 又一次进行的 相对应的隐身 好 再来 刚才学过informal 再加一个否定前缀 这个否定前缀 还真不是来自于拉丁语的 你们学过一个单词 叫做non 对不对 这初中集会 这是不定代词 不定代词 如果你在拆的话呢 它是拆得成这样子 no one 否定形式 没有什么什么的 no 那么formal 再写一遍 我相信你们早就看懂了 对不对 now formed no form 对不对 3670701 再来form 一例 形容词后 这也形成的 不用废话了 合成词 但凡出现well 就是什么什么事情 well done well job 你干的漂亮不错挺好 well formed so easy 再来形式化 礼仪化的 好样子 我们把刚才的单词再抄一遍 你会发现好像很熟悉 对不对 formalize 变成的名词形式 formalization ization 名词后缀 ATL1 第三次见了吧 再来回到家 再看你们第二遍的话 就更牛叉了 好了 再来形式主义代版的 形式主义代版的 叫做formal list 这单词有没有呢 我们可以用词典的方式来体验一下 学习英语单词嘛 我们叫做一定要追本溯源 如果加上ist呢 有没有可能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哦 形式主义者 看到这了吗 德语 我们把它定义为英语 互义 好 formalize 有形式主义者 拘泥于形式的人 这个单词并没有出现在六万次并表中 所以呢 我并没有给你写上来 但是不代表没有 对不对 那单词很简单 formalize 对单词我要给你们进行的相应的解析 好 第一个单词 form 应该说是formal ist 名词后缀 它表人 也表什么什么 主义 它表什么什么 主义 ist 再加上ic 或者说这么写吧 ic形容词后缀 如果单词 如果单词你要看的不双眼的话呢 我给你换一下个儿好不好 这样的话就非常的一类了 好 同学们看到吗 formalist form formistic 形式主义的 ic形容词后缀 再来 forming forming 再加上ing 除了它的形容词后缀以外 它还要是动名词 今天晚上一定要总结哦 今天总结的内容大概有十几个后缀 总结完毕之后 我们下一节课就能快速了 再来 前缀半正式的 sami 这个东西呢 就相当于我们的偏旁跟不守 金属旁 不要问我 为什么跟金属有关 这个东西 小贝的 再来 下一个合成词 habit habit 我们都知道了 爱好的意思 习惯吗 habit 习惯 习惯形成的 形成习惯的 或者说 写着 forming 隐身液 形成习惯 是不是上瘾的呀 形成一种 形成习惯 上瘾了 感觉 再来 拘泥于形式的 等我后走 我们今天把后面的课程完成 很快就完了 你们感觉到这规则会让比以前要大了吧 对不对 formal ist 名词后缀 这个单词呢 我已经给你们讲过了 所以呢 我可以标注一下 formist 这个单词 均利于形式的 这个给你们放上去比较合适 到时候你们打一下 因为这个排版过程中会有一些小小的 不进入人意的地方 看这儿 并没有排到一块 这是一个小小的失误 这边放的一块比较好看 再来 无形的 刚才在上面中出现了 LESS加上NESS名词后缀 今天晚上的你们的任务就一个 学习总结 总结很清楚 对不对 后缀是后缀 前缀是前缀 一定要总结到本上 不总结 下节课 你有可能跟不上哦 好 长格式 Long 合成词 不用我说 你居然知道 于是呢 直接写过来就好了 详细格式的 再来 Newly 还是合成词 不过这个合成词 我要说明 New是形容词 加上ly 复词后缀 我就说 很多学生问我 老师一般词为课程 以后 再不用背单词了吧 有道理 是了 再也不用再背新词了 因为你全讲过了 因为我全讲过了 再来 anti 拉丁前缀 是反的意思 form 这单词要点在哪呢 反传统形式的 reform reform 是再次形成的意思 再形成 而一再次形成 那么反再次形成的 反传统形式的 reform 有变革的意思 反变革的 反传统的 这种形式呢 我们再从reform 再次讲解 所以你们先不用着急 再来多种形式的 一定要记压前缀 是多的意思 然后呢 form 形式 隐身液多样式的 所以先总结 你总结完之后呢 后面再讲数据就快多了 再来非正式部门的 合成词 合成词我要说明的一点是 sect的发音 这也是双词根结构 我加双杠的是词根 这个是切 隐身液是划分的意思 划分呢 隐身一个个隔间 隐身液是部分 最后叫做部门 or 名词后缀 它表示物 或者是人 先这表示物 对不对 就是informal sector 好了 今天的时间有限 我们剩余的内容 要在下一个的时间 给你们进行衍伸 先给你们留一个扣子 如果听到一游备性的同学呢 可以看回放 还是我们那句话 跟着宋老师 坚持倒计 80小时 38000词汇 全部搞定 你这辈子的英语 就算学成了 而且是学成金的那种 好了 今天晚上 喜欢本门课的同学 别忘了 五星好评 这个东西 对老师来说 真的非常赞赞 每次看到你们的好评 对于 学习的认可 课程的认可 对我来说 最大的褒奖 所以同学们 我们 下节课 同一时间 晚上 我们再会 别忘了 这次的作业 我们下期 ALL 五星好词 这次的作业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